好,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Handwriting 这个手写数字 Images,那我们刚刚看到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次哦 那0出来的结果呢,它是一个矩阵 那我们通常呢,在 现在呢 的Neuron Level,像CNN 它就是整张图下去做分析 但是早期我们很想办法把这个图 拉成一个向量做分析 所以我们怎么把这个图拉成 一个向量就很重要,因为它现在是一个矩阵的形态 好,那怎么拉成一个向量呢 好,那我们Shift加Enter 那可以Handwriting.Images 我们一样是0 那你要改变它的形态呢,我们可以用一个 一个Math的叫Reshape 好,那Reshape呢 你括号呢,Reshape里面呢,需要有几个 第一个是它到底有几列 几列 就是它有几个列跟几个栏位 那我们现在把它拉成横的 所以它是一个向量,所以只有一列 那它是一个8乘以8,刚刚我讲 它总共这里呢 这里有8个,这里有8个 所以它总共有64个数字 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要把它拉成一个这样子 E64的一个向量 所以00513 00513这样点点点一直下去 然后最后一个是0,就这样 就照这个顺序这样过来 然后把它拉成一个列这样 好,所以怎么做呢 所以这里就只要改成64 好,这时候我们按Ctrl加Enter 看结果 它就帮我们拉成一列了 有没有 好,为什么拉成一列 因为你看它只有一个括号 这就是一个项目 一个括号 只有一个括号而已 好 好,那我们如果是全部都要一起 拉成一个项目 就是第一笔 第一张图 它现在总共是长这样 这是第一张手写字 刚刚第一张手写字是0 对不对 好,第二张手写字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张手写字是blue 是蓝色的 所以在它的后面 然后在那后面 然后是1 好,然后在下一位那个呢 我们用green 在下一张手写字是2 所以这样2一直叠 好,这样一直点点点下去 用尾 点点点这样下去 所以它总共是 这个是8乘以8的一张图 那你还记得它总共有几张图呢 有1797张图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的datametry是做什么呢 我们datametry就是要产生一个矩阵 然后呢 我们要把上面这个0呢 把它搬过来 让它在这里 变成一列 一个资料 然后呢 blue的这个呢 字呢 拉过来 blue的它是变成第二列 第二笔资料 那green的这个2呢 就是要拉过来 green这个呢 就是第三笔资料 这样点点点这样下来 所以总共呢 它就会有 最后有什么 就有1797笔资料 对不对 但是每笔资料呢 都是一个8乘以8的大小 所以是64 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刚刚那一个 三维的这个cube 这个矩阵 把它变成一个二维的矩阵 它变成是一个1797乘以64的一个矩阵 好 那怎么把它变过来呢 其实它内建已经帮我们变好了 因为我们最常用 这Machinetry 你最常用的就是DataMachinetry 好 那如果呢 它现在呢 你要自己改怎么改 很简单 就是handwriting.inimages.reshape 好 那我们里面就不是164的 里面要告诉它shape的形态 所以跟它讲是1797笔 然后每一笔呢 它总共有64 然后这时候按下Ctrl加Enter 它就会帮你把它打开 就会变成长得像这样 有没有 就是这是第一笔 这是第二笔 然后我们来看看是不是 这时候呢 我们给它assign 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DataMachinetry 好 DataMachinetry呢 这时候按一下Ctrl加Enter 它就乱完之后 它就存到DataMachinetry 所以它就不会秀出来 好 不会秀出来 我们看DataMachinetry的 第1个 就是0 index是0的位置 好 这时候按shape加Enter 它是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向量 有没有 好 那我们再看我们的Handwriting的Images 的0 第0 第1个 然后这时候也是Ctrl加Enter 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 来比对一下 我们看到00513910 对不对 005139100 还有一个0 8个是这个 然后跑到第二列 00131510 1550 对不对 0013101550 有没有 这是第二列的 再下一列 035201180 035201180 就是第三列 所以它就是把整个 一个二维的矩阵 我们就把它拉成一个向量 好 那 其实 这个资料集早就帮我们拿好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Handwriting Handwriting Handwriting里面点一下 它里面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Data 第二个就是描述 第三个就是Images 在Target Target Names 它的Data就是帮我们拿好的Data Matrix 所以其实以后 如果要用的话呢 我们直接用Hw Handwriting里面点Data 我们就可以把Data Matrix 交出来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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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